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易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关注网易时尚 感受时尚力量 成为魅力榜样 我跟很多姐姐相继都很多 然后也很平均 没有最多 我还在端水 女生在一起嘛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事情干 但是大家都还蛮常联络的 没有我不说话的时候很凶 我不说话的时候 大家都误以为就是 我跟别人吵过架了 但其实 比如说前阵子乘风破浪 很多人也会觉得 你要多说话 包括身边很多朋友都说 你要多笑多开心的 让大家知道你的想法 不然就会有距离感 大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看起来很凶 所以我后来都在尝试 多让大家知道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平时很喜欢 穿这舒服的衣服 最近我的尝试还蛮多的 从大家在我的媒体社交账号上 其实就可以看到 从前阵子的连衣裙 到可以到就是随时出门的运动装 我都其实都 我都我都穿 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我对着一副艺术作品 然后在前面弹琴创作音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方式 这个太难了 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难题 因为从17年被大多数人见到的时候 是体面一首歌和前任攻略的影视剧作品 一起出来的 对我来讲是 这两件事情一直是一起发展的 所以一定很多人都在不停的问我 如果让你选你要选哪个 我都会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 都是都我喜欢的事情 我都喜欢 两个事情我都要 我都要去尝试努力 把我的时间分配好去做到最好 我今天特别感兴趣的一位艺术家 叫做王玉洋老师 然后呢他自己是有一幅画作叫做乐 那他以这个乐系列呢作为灵感 设计的这一款 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很多刺绣 还有镶嵌的这样的一些工艺 平时拿手包主要最大的一个用处还是装饰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如果颜色单衣一些 我就想拿一个颜色多一些的手包作为一个亮点 我想先说一下我的综艺可能马上就要上了 乐队的海边我一直在当服务员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